漏水滴滴答答滴了两个月 结果是什么 收到一张8813元的水费账单 8813元有人说好贵哦天哪 还有人说比游泳池的水费还要多 游泳池除了泳区还有SPA区 民生用水有饮水机 淋浴区也算在内 每一期大约就是1到3万元 洗衣店马力全开 每两个月也不过3000元 汽车业一期水费则大约2000元 到底8813元水是怎么用的 我那个时候一万块也是 就是都在漏 收到账单的市主黄先生脸都绿了 自责自己的慢半拍 原来他农舍的水管脱落漏水 又因为当时六七八月云林长下雨 是雨还是自来水到处流 他根本分不清没发现水管脱落 事后自来水公司认为他不是故意浪费水 特别帮他减免清洁归费 黄先生也赶紧修好水管 此后要努力勘紧自己荷包 记者廖文斌连家庆王石涵云林采访报道